大家早晨 今早想和各位研究一下 为什么港股好有大户 这么久都不大举反攻呢? 先看恒生指数的日线图 简单地看一看 我们在这个高位 和这个高位拉直线 再在 这个高位 和这个高位 又拉直线 我们看到有两条下降轨阻力 暂时都是看到恒生指数向这两条线进发的 昨天就创出这个反弹 反不回升的新高位 不过可惜收市的时候就录得阴烛 显示出高位的阻力都很大 20173前兵的阻力都很大 我们就 低位 两角拉也有一条支持线 等待突破的格局 昨天的成交 阴烛跌回来 但是成交是继续缩的 那就是下跌动力又不算很大 我们看看这个 现货主板市场收市的时候 非省会主动买高比率53.47 并不算配合 在低位的回升动力 也都看到 由于它高过50.50 下跌动力又不算大 就是这样 资金正主动买入维持有31亿 不过占总成交金额就不够5% 成交就缩减 这个的卖空金额比率就略为 回升到22.589% 主要的指数 看上去 恒生指数 升0.26% 国企指数 0.28% 科技指数 就只有 0.01% 轻微升幅 升的股票数目 和跌的股票数目 普遍来说 升都是多个跌的 12个行业组别的指数 只有一个跌 这个就跌到0.347% 的资讯科技指数 就说 这个板块就被大伙大碗压住 令它昨天港股的升幅 在高 在上午时都不错 一路就缩窄了 其他升的板块 不见到有任何的特别 最棒的都是升到1.14 1.204% 就是地产建筑业 其次是1.142% 的医疗保健业 这都不算突出的 真正变道额 5个指数 最后六得都是正数的 升幅也不大 最大一个是 国企股都是0.467% 0.5%都不够 成交金额比率当然是不高 恒生指数成分股45% 国企指数成分股42%不够 而科技指数成分股只有26.389% 买卖双方并不急于进攻 昨天港股收市时 美资期货升了0.901% 我们的指数 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科技指数 都跑输美资期货 美资期货 跑输多少呢 科技指数跑输1.622% 那么多 三十三个行业内 如果计成交金额 又大致小排列 由上而下 由左至右 有很多层都是升的 多数都是升幅的 但成交又多 升幅又大 望买 没什么 对吧 对吧 只是这个 地产好些 0.728% 跌幅大的 就更加没有了 最大一个望去 而显眼成交率 就只有银行 就跌了0.401% 我可以理解为 昨天买盘 多数集中在地产业的股票 而沽盘就是银行业的股票 就有这个理解 资金净主动买入 就较资金净主动买出的板费为多 但是你看看 净买入的 有没有10亿 没有的 地产业6.338万 是不错的 其他的 够满亿的有的 汽车业6.099万 又 还有没有呢 没了 资金净主动卖出 全部都不多 其实相对来说 昨天也是挺静的 相对说法 很大会的角力的情况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率配合分析 行指期货是升和跌 国指期货都是 即是两个升市指数期货 就得不到成交率配合 TWI 角力指标 显示过去五个加日 行指期货是正1-3 正1-3就是升市 整体来说是升市 但是成交完全不配合 非常不配合 国指期货正1和负5 就是升市 但是完全不配合 偏离值 继续回升到负5-6 和正4-2 国指期货有点看头 加权平均偏离值 两个为者正数 百分率是行指期货0.864% 和国指期货0.718% 五个文化 五个文化 五个文化